還對人潮繞過一個街口又一個街口 松山慈惠堂這個週末 連續兩天發放免費快篩 每個梯次發一千份 就算英語綿綿 民眾也要來排 想要拿到快篩的人不少 但PCR以及看診的需求更高 新北市在三重細紙增設了篩檢站 臺北市除了北市科木柵機場 在自由廣場再開第三個急門診 由榮總支援 忙著準備場地 市長柯文哲退府會主委 馮世寬都來視察 過去的一百分部長給柯文哲的防疫表現 打了一百二十分 柯文哲也投桃暴力 感謝榮總協助 更強調沒有醫副會執行長王碧勝所說的 叫不動醫院的問題 自由廣場的防疫級門診 預計週一試營運 週二十七號正式上路 另外第四劑疫苗十六號星期一開打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長照機構住民 十八歲以上免疫力不全 以及免疫力低下 而且病情穩定者等三類對象 距離第三劑接種滿五個月 可以打第四劑 估計全台有四百萬人符合資格 有意願的民眾可以透過網路電話預約 或現場掛號 華視新聞 張智晴 張正傑 台北報導